好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remedy�ey 比赛已经接下来 יפas 凶薄姻 一局 他投手 6号伊弗拉辛的突破 这是造成了韩国队队员的犯规 双手犯规了 这些打法就是韩国典型的打法 外围拉开内线上来演过党参 刚才那是一般队队的9号弗兰吉 防守的时候犯规了弗兰吉那也是上届亚锦赛 一般队队的队长 防守一次失误 底下点交给文景音 这球并没有进 在开场一分半钟之后 那么终于是由里班队队的中锋 约瑟夫沃格尔是先取得两分 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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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周成的中投 4分钟 这段时间似乎韩国队的进攻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对 两个队都打得比较拘谨 都没有找到更好的能克解对方的方法 所以处理美机的时候的比较谨慎 说明这个看中两个队都非常重点的方法 对 对 那么在上一届的亚锦赛呢 刚才宋世道也提到了那场韩国队和里班队队的比赛 由于里班队队呢 他的防守比较硬朗 打法比较粗广 所以韩国队当时是非常不适应的 好球 2分是有效的 所以说这个文景音是非常出色的投手 对 不能给他机会 你这就 你这就 宋世道这局中杠的 可以说一定是要让中国男男兵吧 现在双方的是战成2比2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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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般队队的篮板球应该说保证的不错 对 何总 Morgan 对 第一巴��队的防守还是等级 只像刚才这个人 footprints一個风呢 一个风儿以后第二个接着又封这表示 就伍长有很轻易地出手 这球上的两个裁判员之间的判罚出现了偏差 好球 得分的是4号邱生军 咱们对这个反击节奏掌握得非常好 他没有盲目的处理 找到非常和解的机会 李向敏 藏规 李向敏本身也是一个投手 他在这个阵容当中是串引组织后卫的角色 那么在福山亚员会上正是李向敏 在亚员会半决赛对菲律宾那场球 最后2.3秒钟投出一击超远距离的打板三分 保证了韩国队进了决赛 这两个队我觉得如果谁先放开 能打出自己的特点 每个队的群生几率也非常大 这是二中锋李闺蟹 一记三分球入仗 好 这方马上回敬一记三分 正向宋世达所说的 的确两个队今天是棋逢最少 文静音又有机会了 好球 接连的三分球投出 好球 韩国队的防守就下了 荆州城 孙政党您看韩国队这一段的快攻 应该说落得非常好 对 他这个快攻节奏 这后反击打得非常有调理 对 因为刚才就我讲 每一个配合当中 他跑动当中 机会是最终 谁是最佳 他交给人 不会说盲目处理每一个球 而且包括像刚才这种快下 人是二中锋李闺蟹运球 跟上呢 荆州城跟他下的是一样的快 而荆州城是一个中锋 身高2米05 我们想如果是我们的二中锋 大前锋 包括中锋 要是能有这种速度的话 应该球是打得不错 那两个球保障得不错 现在韩国队可以稳下来继续打一次24秒 这是我说两个人之间的配合 虽然他也可以强行上篮 但是看到对方 看到我们就封上了以后 还有一个通通机会更好 他就防下去 这时候黎班短队必须要暂停了 又是一次传球的失误 温锦银又有机会 新队城的篮板应该说在和沃格尔的对抗当中 占据了上风 沃格尔想裁判是失忆 金州城有犯规的动作 有规人的 现在黎巴顿队的进攻一直没有解决好 他们打的还是比较死的 在固定配合当中 每个人之间相互之间都在了手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黎巴顿还是没有解决好在这进攻 打的比较呆板 失误的话一呆板 韩国正好落入韩国队的圈套 韩国队的换用手法就让你扎成堆 他的手脚非常快来承证 来制造你失误 他打反击 黎巴顿队现在应该是非常想念 他们的头号大前锋 卡迪布 卡迪布现在正在美国 他已经跟洛杉矶快船队签约了 这次他并没有来哈尔滨和全队呢 一起征战压解赛 两阀中一 现在呢双方的比分差距是8三 好球 比相比呢全球不错 但是这次韩国队没有打进 有点犹豫 韩国队的身上出现犹豫这种 这种情况倒很少见的 非常的可惜 这是黎巴顿球员的身体出现 当时呢 10号文锦银他是在溜底线 对 而且是没有任何人盯防的 所以大家看到就是 他们这个跑位跑动非常激烈 而且自己在寻找每一个机会 不是在等待机会 底线已经打出交叉了 看球双军好球 看球双军好球 好球 好球 这是韩国队的特点 拿球以后转 他在接球的一场那儿 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 没有过多的 多预约的预约 然后又是一个照顾对方失误 现在韩国队自己 自己控制节奏 非常不够 快 这次李向敏的进攻处理呢 好像不太合理 这次李向敏的进攻处理呢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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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球 球冲军 这已经是连续在同一个地点呢 得到四分了 刚才讲到韩国队 他的传球跑位 非常地都是倒阴 但是自己在寻找机会成 是要给同伴创造机 这就是一个团队的 好球 里边也是非常可惜 这个球其实防守防得不错 对 但是9号弗兰吉呢 是正好是脚站在街外 有有有有 三明星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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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景延犯规了 但是我们看这时候 田长阵的情绪非常激动 他已经冲到了记录台前 我们这个球确实是双方争夺的也比较激烈 这时候韩国队是请求了暂停 这时候韩国队是请求了暂停 现在我们继续来看比赛 第一节比赛还有47秒4的时间 优优独 很重 金刀草 好球 这场船内的配合非常到位 他两个中锋之间的磨叽非常好 一个人往里压 另外一个人找到自己的位子 这个球非常及时 比分的是22比10 现在第一届比赛上面的时间不多了 竞争的时间也没有了 成功的防住了 一半战的一次24秒尾利 但是韩国队的三名教练员 都在指责这个 为什么24秒之后这个时间还要走 那么这个球他们是意识要回表 然后是在比较好 川维 sponsored 桀招 川维 戴越岁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五 三 金正成自己也是 觉得非常可惜 因为留给他们的时间 确实是太短了 只有0.8秒的时间 我们现在第一届比赛已经结束了 22比10韩国队领先 在双市休息之后呢 我们继续为您转播 双方的第二届比赛 一 二 三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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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国男篮仔和立班登顿比赛当中 也没有做到这个 这样的防守 第二届他们冠上了他们的主力组织后卫 15号金胜炫 另外呢 还有他们的 投手 12号 梁喜胜 那么韩国队的一个传统呢 就是他会把12号这个球一 给每一届韩国队 投得最准的人 上一届呢是三分王梁耕民 好球 好球 这是 比赛弹队的13号 背赛巴拉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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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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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呢尽管进球无效 但是我们看这个 这像宋志老的第一节 跟我们介绍的那样 那么韩国队的队员 真的跑位是非常的合理 而且是非常积极 这是他们自己 在自己创造机会队 好球 金生现在由于身高比较矮 看的没 好球非常的漂亮 他自己没有在篮下 一味的强打 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后 他马上把球带到外线 你看没有人防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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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好球 对 好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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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对 就 对 对 有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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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边是 技术向他突破速度非常快 非常非常漂亮 先问我之间的默契 小个往里插的大个叫跟进 不会像我那边 经常不减销 后卫插的大个都根本不需要减销 今周城赛贵 现在他已经是个人两次赛贵了 这次韩侯队的篮板没有保障好 12号在打中国那边才是强的 李亏信一个犹豫 险些是被对手断球 好球 杨喜胜 好球 好球 端子非常漂亮 这段进攻完全成了韩国队的表演 比分的差距也是扩大到了16分 31比15 我们看是韩国队的金周城被对手撞倒在地 这个时候 8号法和莱迪恩根本没有上场多长时间 黎班的主角链又把他换了下去 对手 实际上呢 14号金周城他在这个场上的位置是中锋 但他实际一般都是打大前锋的位置 作为大前锋或者二中锋的应该说 韩国队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特点 虽然他是中锋 但是韩国队没有固定的 他没有一个人去战死 他都打得非常活 所以让你感觉不到 他到底这个人的位置是站在哪里 没错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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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队迈向着头来 又进了 韩国队迈向着头来 又进了 韩国人的特点 每一个点他都能有压力 他都会对韩国队长生压力 他都会得分的机会 他不是单独的几个点 所以我们在和韩国队的主教练田长正在聊天的时候 田长正自己他就说 他说 我们说让他如果他挑中国队的队员 除了姚明之外 他会挑谁 那么他说我会挑巴特 那么别的人有没有考虑呢 田长正自己说说没有考虑 因为我已经有最好的前锋和后卫了 我不需要你们中国队的任何后卫或者是前锋 好 韩国队的场面节奏控制得非常好 大家都说韩国队打得非常快 但是你没有注意到 韩国队的快是在他的变化那里反征的 他的节奏 一快过完就他的这个 在场面的节奏控制得非常好 不是说一位的一个 说快就全部都是快没有了 慢下来 或者是光漫不快 在这场面的变化 大家感觉摸不透 他到底是快 大家感觉到韩国队变化多多就在一起了 实际上韩国队的这种 对比赛节奏控制的变化也值得很值得中国队学习 这个球没有判犯规 应该是值得上去的一次判罚 这个时候荆州城要注意了 荆州城已经是三次犯规了 这上半场还没有结束呢 拿出这个教练已经考虑赶紧换用了 换上5号微笑恐龙和胜镇 但是和胜镇的能力呢 应该说要比金庄城还是要差很多 他毕竟是打篮球的时间还不太长 对 技术动作还不是很诚实 好 好 好 要请 nailed 但是,那你比一下 你不太多耶 不太多? và,你比一下 你比一下 确实,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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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 好球 6号离归系 我们看除了内线的中锋之外 实际上韩国队可以让每一个人打组织后卫 大范围的扯动 邱生军又是溜底线 这次传给何盛阵的时候被对手断了 看到他的14号队一下去以后 他的威力就小了很多 这时候韩国队也是准备换人 换下4号邱生军 换上8号方承云 方承云也是参加过上级的亚锦赛 和去年的古山亚运会 出现了 这个什么 Caraborn 和这次 然后一桌 堂一桌 知道了 我突然拿起来 一桌 我突然拿起来 就是 需要 他现在速度非常快 但是何胜震跟不上 对 而且我们看这个 而且我们看这个 在该抢篮板的时候 合成阵并没有回答后场 对 其实合成阵上来以后 他这5号队员 对韩国队的作用病不是很大 因为韩国队 它是一种穿插跑动的一种 他上来以后 反而使他的打法有所转变 后来你发现 他连续两次失误 都是传给他 而且他自己本身 达不到他们这个韩国队整体的要求 还没有跟他这个整体联名 对 而且他带了以后 黎巴顿队反而我觉得更有兴趣 因为黎巴顿队不怕这种高大 反而怕这种灵活性 那么在开场的先发五虎当中呢 现在场上只留下了一名大前锋 也就是6号李龟谢 其他4位球员都是被换上来了 他们的主力现在已经 这就是韩国队刚才就是我这方面 从那进攻防守也是变化过的 他突然改成了半场局 半场防守突然改成了全场夹击 是北半的那一次失误 安装 安装 我们看撑上篮板的意识非常积极 好球 其他战队这次应该说中锋落这个快攻吧 完成得也不错 好球 唯利 现在黎巴顿队好像找到了一点感觉 对 比分也开始追上来了 现在双方的差距是9分 那么在上一届亚锦赛的时候 韩国和黎巴顿相遇 黎巴顿是自始至终保持着微弱的领先优势 直到中场是上了3分 方程宇到球的时候犯规了 台湾判的是推人 准备 我觉得是7号罗尼法赫德 罗尼法赫德呢 他是上届亚锦赛的时候 黎巴顿对韩国的那场比赛 黎巴顿对得分之多的球人 这样的话把比分差距是追成比较7分 然后在这一段情绪受到了一些影响 有时候进攻的也是处理的也有点简单了 好漂亮的救球 实际上如果待会有慢动作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是12号梁启胜是先拿膝盖顶了对方的13号 那么他才有一个肘肌的动作 对 而且这个还没有肌到如果可能会看到 对 韩国队非常会制造对方的反规 13号换下去了 而且现在离弯的话已经对韩国队有准适应了 看方程远的3分9又进了 对这关键者不能给他有机会出现 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中国队的主教练 蒋生全指导和他的助理张文君指导 包括佛领队白喜琳的都已经是来到了主题台 就在我们的解说席旁边也一起观看这场比赛 8分15分钟 是市场 大原这场比赛 冼队白喜好 是市场 4分15分钟 そして踊入 现在全球有出现了偏差 约瑟夫沃哥这个球如果打进的话 恐怕韩国队就要叫三平了 对 这就是关键球的处理 这个时候我们现在换一下何胜珍 因为何胜珍真的是没有用 对 换上他们的11号老将面具人李昌秀 李昌秀今年已经是34岁了 训练当中他也是受伤 戴了面罩上场 李昌秀这次由于是韩国队内线齐缺 他的徐章军没有来 包括像玄周叶像这个全喜哲都没有能够来哈尔滨参加比赛 都是因为有伤 所以不得不招这样的球员入队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些相应的 我们找不到核实里面的往上给 对 所以田昌珍呢 他在这个场下呢也跟我们说 他说我看到你们有姚明和巴特 我真的是非常的眼馋 十五千 二罚没有中 现在换上李昌敏 换一下金胜炫 要是卡出机会 这就是他们这个小个的 堂哥的擅长的打法 韩国队只要跑动起来 他就能找到机会 在咱们刚才看到5号上标 使他的打法受到的制约 现在在我们解说席旁边的韩国球迷 我们现在高唱的为韩国队加油的歌曲 应该说这种歌声在世界杯 包括像亚运会的赛场边 都可以非常清晰地听到 好球里威胁这边又有机会 但是没有投进 但是机会是出来了 机会出来了 还有我们看第二个比赛 还有不到10秒钟 金炳泽 实际上李昌秀和李龟谢两个人 都是1米96的身高 16 好 这样的话呢 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就已经结束了 在上半场比赛当中 韩国队是以43比36 7分的优势领先于李白任队 观众朋友们稍是休息呢 我们继续来欣赏双方在下半场的比赛 紧人路了 真出手 准备出来了 金州城 金州城 金州城第一次投篮 应该说就他个人 这个球是偏得比较大 这个刚才讲没了点犹豫 应该是不想考虑是空心 这还是打本 打本球控制得不错 好球 漂亮 这就是韩国北方的奖 内线的转转的好动 好位每个人当中 他的小配合非常细 金州城这两个球 篮板球都控制得比较好 这个是文景寅的一次失误 这个球 好通常没有见识于放松 对 十拿九我这球 不应该这个球 李立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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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的这一段进攻呢 打得都不是太稳 你除了刚才金州城那次靠篮 那撑得上是韩国队很经典的配合 对 还是不进 有点乱 我觉得韩国队那边 他还是没有 节奏没有展望 他特点没有打过来 这边要是掩护之后 头三分进了 7号罗尼法赫德 如果韩国队 他这个进攻节奏再找不出来 打不出他的特点了 我觉得他这样就非常危险 尤其是他的队员实际上 心里都有这种压力 99年至今 关键场子都没有赢过黎班的队员 六号伊普拉辛犯规了 算 算 算 优优独播 借队 那是好 阻挡状费 阻挡状费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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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次输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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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进了 三分球 这样的话双方只相差一分了 文静寅这一季三分很关键 没有进 唐哥对处理就有点激励 跟他这几次机会都不是非常好的机会 这样的话黎巴嫩队领先了 反超一分 第三届比赛呢 还有不到六分钟的时间结束 还是不进 好 那么韩国队的教练呢在失忆 队员退防要快 这是本季亚锦赛开赛以来 韩国队的队员第一次五个人站在罚球线 这个地方呢 来 讨论战术 韩国队这个时候呢 也是在 可能会在战术上起一些变化 那么换下了九号金炳哥 换上八号方承云 韩国队的队员上呢 可能会在了教练的意图上 我想韩国队可能在防守当中 会有些变化 韩国队就是以变化多端而图成 如果他防守一变化以后 给黎巴嫩队造成压力 给对方失误 他的几次领先都是在对方失误的形象 打反击 韩国队就是以变化多端而图成 黎巴嫩队是两发两中 马上改成全场 全场加机制 但退防要快啊 好 好车 穿跑步啊 老则原出这种错误不太应该 可能也是这个 比温宁比较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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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景延曾经参加过这个 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 当时呢就是他一次手机 把这个童小斌的眉头打破了 两分有效 这个吹法也是引起了田昌阵的不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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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压人的动作 这个球没有什么争议 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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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う 好 5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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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第一班单队领先一分 组成后为自己抢篮板之后 马上发动他们进攻 但是这个球传球意识有点 太明显了 似乎 别 好球 金炳哲犯规 不让你看到过 韩国队现在投篮有点 对 好像信心不足 这个 这样的情况 似乎不应该出现在韩国队 对 这个事实 对 这个事实 刚才讲他们心态发生了变化 对 由领监倒是对方领监 好球 我们现在看韩国队是三线快攻 造成了对手的犯规 防守还是非常积极 这是他们的优势之一 对 好 我们看这个时候 7号法赫德已经是四次犯规了 现在他这个犯规的危机是要远远 比金州城严重 刚才讲的韩国队的特点 就是变化多分 不管是防守还是进攻 他都是以变化而组成 他采用的夹击者的防守 他采用的夹击者的防守 现在韩国队采用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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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三分九距离很远 但是篮下小哥把篮板抢到 已经是24秒为例 这次 所以宋世达尽管韩国队的进攻 可能刚才比较乱一些 但是他们防守这个优势没有丢 对 就是刚才讲的 但是防守变化 由3-2-0夹击到回房的3-2-0 3-2-0 对 脚踢球 就是8号方成羽 好球 三分球又命中了 出手非常果断 对 对 李向敏的突破 还是没有能够拿到分数 你从一个意义上说呢 李向敏突破 这样选择自己突破 多少是由于 其他队员那个得分福利的情况 对 我刚才讲他们过于想得分 准备 准备 韩国队又出现了失误 这段他们的进攻确实是比较急躁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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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归谢又是一次犯规 而且这个球是两分有效 还要加盘 李归谢四次犯规了 今天看来韩国队是想要进入决赛 难度确实是比较大 他们受到的这种阻碍啊 黎巴嫩队队今天非常凶 对 黎巴嫩队现在那个打法上也发现了 5号队员3分9外围 很左边跑来 他现在把韩国队的防守阵线拉开 内阵他是有机会去强攻 现在第三届比赛呢 还有两分钟左右的时间结束 赛球撞人 可以看到韩国人这些队员 心里非常急躁 都想急于得分 相反 黎巴嫩队现在打得非常有机会 控制的感觉 情侣控制非常的好 相互之间的导手 准备 准备 好 找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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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分九很关键 方程远 投篮是坚决 出手非常可算 对 比分是相差两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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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刚才讲的 他把韩国队的防守拉开 使内线有成功的机会 因为韩国队擅长让你扎堆打乱仗 他的下手很快 小动作很多 拉开以后 身体一对一的情况下 这时候不容易下手 对 13号巴拉第一罚重了 十五小心 第三勺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结束 好球 这就是韩国队伟 他跑动穿差开以后寻找机会 9号金炳卓刚才又是一季三分的打比分 现在追成只差一分 一分四分四分 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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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队队这次进攻也要是力求成功率 好球 这是 韩国队呢 这次防守做得非常到位 如果这一次韩国队呢进攻打成的话 那么将把比分反超 又是金炳哲 但是这次三分没有进 这时候我们看他们可以把时间耗光 完成一次成功的进攻 给金周成这边有机会 好球 这样不但是耗光了时间 同时也把比分反超了 57比56 那么双方呢稍事休息 准备进入最后一节的比赛 黎巴嫩也是一样的 他刚才穿插跑动也非常好 外人三分准备 如果将第三节的后半段死打完下 这场就穿上去 可能会这么大 在第三阶段实际上 黎巴嫩并没有用他们的主力中锋 约瑟夫沃格尔在打 现在看DC把他换上来 能不能够有所优势 好球 上来就是一字中投 得到两分 后者也真的打本 非常漂亮 这个团球距离很大 看方程远 又是一记三分球 这种三分球的命中率的确是高得令人可怕 感到可怕 这个机会 你只要给他 他就能摆得住 这个球断下来了 好球 小号的扑到内线 利用分球 实际上呢 金胜算这个球 他们并没有选择自己去投篮 对 两盏共一 但是小哥子又把篮板抢到了 这似乎更像是安排好的战术 但是金胜算自己突破的时候没有得错 準 庄守现在非常严 bord 韩国队得特点一样密集型防守 feel the double 背外线上5号 صل进了 现在双方át成61平 六 刚才准备了这个 一般队队队队伍 虽然非常有力气 保重观察 这个球金州城 是正好拍在对方的怀里 这个球实际上是走步 对 约瑟夫沃格尔 确实是走步 刚才那是一般队队的6号 伊弗拉辛 他们在回抢的时候犯规了 他也是次次犯规 这样 incidents 对 后一次 你是公主的 犯规 韩国这人希望他能找到更好的特决 他这个精神的 金钟城这样的保护篮板的方式 确实是 对 他在自己没有拿到 就是百分之百拿到的情况 他就是点波 把这个点波给自己 对 非常充满 双方的 双方的 能懂得干净 不 也行 对 怎么这么说 对 这张 对 世界上 对 对 没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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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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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是两罚不中 把韩国的这次冲冲冲冲 关卡跑这个掩护 要是方承宇 但是这次逃篮可不怕 对 机会比较勉强 金州城也是认为 因为这个球对方呢 主力中锋落个儿 有一个肘击他的动作 我们再看一遍 确实是 但是在两个人对上当中 这种球很难吹出来 对 看来韩国队这个心态 确实变化还是比较大了 篮板拿到 发动快攻 好球 我们看从篮板落进攻 那么一气呵成 对 对 处理得非常得当 稳住 对 这球处理得也是非常合适 没有机会不进攻 好球 他这个挡猜打得非常漂亮 对 金州城也是认为 这个球没有吹对手打手万归 对 非常的气氛 我们很少看见金州城在场上这种表现 老板球又拿下来了 现在黎巴顿打不太单调 全部都在钻水 正好上了这个韩国队这个 中在圈套里面 他还得西方五 这一红 非常盲目 好球 皮疙瓦的队我想应该要赶紧叫站住 对 稳定情绪 稳定情绪 队员相互之间都在鼓掌 要一次抢断 反手上来 好球 果然叫站平了 好球 如果黎巴顿队在一味地追求强攻篮下 这两个很危险 他五号是特点没有发挥中 韩国队很冲动 他在五号 帮黎巴顿的五号 一个人专门盯盘 果然反而得 非常急躁 好球 现在双方是正球 一分差距已经是六分了 罗尼法洛德自己做内线 我们看这个球居然是判荆州城犯规 荆州城防守犯规 这样的话五四犯规 被罚下场 好球 是荆州城 判荆州城 判荆州城是有压人的动作 荆州城表现得非常不理智 但是韩国的教练组显然是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从第四节一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让李昌秀在场边做活动 因为他年龄非常大 可能要提前很长 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做这个准备的活动 好球 好球 韩国的过友 他现在是给裁判人制造压力 其实他每个都对队员 大家可能就要想着 心态没有发生太大的力 对 只是给对手跟裁判制造压力 这个金州城这么快的犯规呢 应该说也 我们也多少出乎我们的意料 对 两阀中一 而且是五分的差距 这时候金州城被罚下了 韩国队倒有可能就 把这个情绪呢 可以说是稳定住了 对 韩国队打得非常耐心 好 十次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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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一 一 二 可能是这次进攻能解决的 李贵先拿球 自己先控制一下 这个时候呢 韩国队的两名老将 李向敏和文鼎淫 还是没有上场 好球 又是李贵谢 那么在上一届亚浅赛的 争夺三四名的比赛当中 正是李贵谢加持赛 最后一季一秒钟的出手 你知道韩国队获得了第三名 而且那是一个三分球 双手放追 28号 方程云 好球 突出到篮下 对 直接能把球线插入篮下 现在要注意每一次进攻 第一次 刚才13号球员的是 两伐两无中 这一次应该说是肯定情绪了 这一次是两伐两中 看她的韩国队这次进攻 看她的韩国队这次进攻 保陆也不往外围 加尔曼恩 方程云这边 跑出机会 但是没有投进 这次进攻 十一一次 这球成立 这球据是韩国队教练组一致是一致走过来 但是台湾没有吹发 我们看这个时候呢 十一号李昌秀已经摘下了面具 三分投篮犯规 我们看是不是三分投篮 三分 三分 排场三次 这样的话 如果三次都进的话 又是四分的差距 黎巴南对这个非常不理解 这个时候我们看 还剩几秒的时候 这韩国队他就要制造你犯规 对 这韩国队惯用的战术 就最后几秒 他不是投进是赛 他先制造你犯规 我们还记得这个 今年NBA全明星赛 这加持赛的最后一刹那 科比顺手扔出一个三分 那个时候就是说 小韩宁你不犯规 他也不可能投进 对 金炳哥这个球也是这样的道理 对 你时间不多的情况下 仓促的一致 你完全没有必要把这个 还要想着去盖帽 或者是贴身的防守 你只要封住角度完全没有问题 这是稍作一下干扰 对 我想可能韩国要抢人全场的夹击防守 看这拔劲以后 果然是全场的这种第一强 对 对 对 很重要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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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又是采用这种最后动手的赞助 四秒 三秒你看 24秒为例 对 这回黎巴嫩没有上当 对 全部都是虚幻的动作 没有真正上去去抢这个球 所以我们说这个吃一欠长一智 是啊 打平 全场领王 领王 领王 全部都是拉开 韩国队上 全部拉开 在拖延时间 拖延 9秒 拖延 拖延 还没有到 他一般就是在最后2到3秒就是出手 失误了 这样的话呢 全场比赛结束 双方打成74平 那么必须要进行加持5分钟的比赛 到3秒 说香港之前 选择开 不实话 到3秒 全场比赛 最后5秒 通过许多dom 5秒 供应该是在5秒 ボート的赛 3秒 在5秒 我希望无论 这位画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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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的 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欣赏到的是 由我们为您转播的 第22届三金制药杯 亚洲男男几秒 在半决赛的第一场 韩国队对黎巴嫩队的比赛 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加持赛 中方在全场比赛当中 打成74平 黎巴嫩队 黎巴嫩队 5号队员拿球 犯规 防守犯规了 主打犯规 那么8号方舟友呢 也是四次犯规 这样的话呢 韩国队在场上的球员 有两名是四次犯规其中 包括他们的 已经被罚下的中锋 金州城 这就是刚才讲的 你只要不扎堆 韩国队这个犯规的 可能会被抓到 如果扎在一起 就韩国队的动作非常多 对 约瑟夫沃格尔 这个曾经和 由他爵士队签过约 包括为新疆广会的效果力的 在上次上届的压紧赛当中 对韩国队的那一场比赛 他在三次关键的时刻 盖掉了徐章勋的投篮 从而保证 李班达能够击败韩国队 刚才他是两打中一 好球 好球 机会把握得非常好 对 又是方程远 对 一个溜底剑 利用自己的队友做一个掩护 而且出手非常坚决 在他们的手中这个 头三分似乎要比头两分还容易 对 撕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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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归了 双方今天真的可以说是肉搏战了 李班达能队要求换人 现在要处理好每一次进冰冰房子 连时间并不多 金炳哥第一阀重了 这个冷板球一定要控制 韩国队的冲响意识非常强 韩国队的冲响意识非常强 我们看韩国队这次防守又是起到了效果 对 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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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不到 5秒钟的时间 明白 这点 尽管队员可能有一些情绪 但是我们发现田长震 他却在责怪自己的球员 对 他并没有在指头裁判 这就看着我看着我讲 他指着裁判 指着对裁判的一种压力 对 没有真正的 李规械的犯规 我们看李规械这是 五次犯规 五次犯规 这样的话 韩国队 另外一名内线球员李规械 也被发下场了 而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田长震 他没有换上 和胜震 他只是换上了秋生军 也就是说仅仅靠 李长寿一名老将在内线支撑 对 刚才讲到他那个五号 在他们队里作用 其实并不是很大 而且韩国队的打法就是以跑动竞争为主 而且韩国队的打法就是以跑动竞争为主 对 他是互相的穿插掩护 现在是一分的差距 还有两分半不到的时间 对 环板球 李长寿保护得非常好 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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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方承云 小哥的自己冲向环板球 他就是看到韩国的那个冲奖意识非常 对 金敏哲再投三分 还是没中 一个 Branch 没限定的 第二个 3 第二个 4 4 14 5 9 非常 球进了 不过还有一分35秒的时间 对 还有机会 对 一分的差距 失误了 现场的失误是非常致命的 但是我们说黎班顿队这样的失误可能更致命一些 球进了 漂亮 81比80 这个一个球员的经验 韩国队相对比黎班顿还要老到一点 对 贺球 约瑟夫·沃格尔罚球 他刚才那是两罚中一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罚球 果然第一罚又没有中 第二罚中了 他刚才是如出一辙 现在双方再度打平81平 韩国队这次的机率还一定要把握住 又是让方承远找到机会了 还是方承远 球定了 这个三分球非常的致命 我们看一看 双方这可能是最后的21点准秒钟 果然是打两分 打两分 要犯规 这个球必须要停 还是四个人站成一条线呢 这种接球应该说还是比较套路似的 了 果然才有犯规战术 你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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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换上了李长秀 我们看这个双方主摔这种斗法 也是值得一看 金炳哲 非常稳定 这是一个投手应该具备的速度 我发现他的拔球不急 要把气调匀 非常稳定的投手 第二盘没有中 现在是两分 两分的差距 也就是说黎瓦曼队要是投三分成功的话 这时候是 韩国队最终是凭借自己完全的斗志 和他们的出错的进攻防守 取得了最终比赛的胜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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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